那我们现在继续关注的还是卫生问题 但不是食品的卫生安全 而是酒店客房的那个卫生的问题 那么现在我想说的这个话题呢 就是说五星级酒店卫生门 里定的房间有多脏 北京时间11月14日晚 据微博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爆料 中国20多家五星级酒店存在卫生隐患的问题 包括服务员使用脏毛巾来擦马桶 擦完马桶的脏毛巾还去刷水杯等等 十分恶心 那个涉事的那个五星级酒店呢 包括都是大牌子呀 喜来登万豪宝格力 全都是在价钱几千元一个晚上的五星级大酒店 但是没想到打着五星级的招牌 就给不了五星级的服务啊 那个就连基本的 要与客人皮肤接触的毛巾和水杯的卫生都得不到保障 售价高达四千五百元一个晚上的上海 宝格力酒店甚至被曝光客房服务人员从垃圾桶里剪出一次性杯盖 继续给客人使用 还有部分酒店拍摄到的卫生乱象甚至更为严重 三千块一个晚上的那个上海浦洞利斯卡尔顿酒店的服务人员 拿着顾客用了一半的洗发水来洗咖啡杯 之后又将半瓶那个用过的洗发水放回盐处 继续给客人使用 这个刘想问一下刘律师 您应该有住过上述的酒店的某一家吧 哪怕是您出差的时候 有 您会对那个酒店的那个房间的卫生问题产生质疑吗 你会不会说带着自己的一些牙具去使用 还是你会使用酒店提供的那些毛巾 我倒是比较随遇而安的 这是第一点 所以我倒不会自己带个东西 第二的话就是说 至少我住过的酒店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有生育的 卫生保障 至少我住过 我比较多的可能还是Vegas是最多 当各个酒店 Vegas酒店 譬如说你从Win到Uncle 到Vedera 到Seasers Palace 到Four Seasons 就这些酒店的话 至少我的感觉到没有遇到上述的问题 但是呢 我没有遇到上述的问题呢 可能呢 是我天真不知道 对吧 因为人家在那边插杯子 我不可以在旁边赶 就它插的时候 我根本是不在的 所以换句话说 来说的话呢 虽然我没有遇到 但是呢 不表示它不存在 只是我没有看到 那么这个实际上呢 是最大的威胁 什么意思呢 你呢 还自我感觉良好 对 你不知道 对吧 你可能喝杯子的时候 喝的觉得说 这个水的味道好像有点特别 对吧 好像这个味道还似曾相识 对吧 我总觉得 就是说可能浴室的毛巾 一定是新的 消过毒的 换过的 不可能是说上一个客人用过 我还要继续用的 这种贴身的物品 其实一说那种贴身的物品 大家都会 起点鸡皮疙瘩 多少会觉得 这些卫生都无法保障的话 是挺难的 最终话这里面呢 我觉得从几个层面来说 第一个层面呢 我们从法律的层面来说 这个做法 本身 本身 是不是构成违法 那么根据加州法律 那么根据中国法律 我想也是一样 其实国家也颁布了 就是旅业客房 悲剧洗销 操作 规程 但是那个网友爆料说 纵观整个酒店的行业 在国内 严格落实 卫生标准的酒店 其实并不多啊 大家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所以就像刚刚 刘律师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相关部门 是否也有责任呢 对于监管不利这一旁 这里面呢 是监管不利 还是背后呢 有猫腻 我感觉 背后有猫腻 为什么 我只要有关的是打点好了 就没能管了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就换句话说 并且根据话是什么呢 他这个情况 不是小概率 他几乎100%的 中国高端酒店 都有这个问题 暗访了 就是好多家酒店 20家酒店 都是五星级的大酒店 对 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问题呢 它不是一个 小概率的 单独的事件 实际上是 他们一个正常的操作流程 普遍的事件 正常的操作流程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呢 是非常恐怖的 因为为什么 第一 你防不胜防 对吧 然后呢 第二呢 刚刚提到我们从法律的层面 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国法律的 然后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它在美国也是违法的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虽然呢 这个里面 它可能没有 你说刘律师 我酒店没有购过签合同 说 我这个刷牙的杯子 不能拿刷毛筒的刷子来刷 对吧 所以这个合同里面没写 但是不是就告了赢 告了赢 为什么 因为呢 加州法里有一条 叫 Bridge of 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跟这个酒店 实际上是有合同的 因为你付钱 住在酒店里面 这个合同 这个合同里面呢 虽然没有写特别明确 但是里面呢 有就包含了酒店要提供 至少第一个安全 安静的 第一安全 第二卫生的这么一个环境 房间多大多豪华 知道不一定 但它两点要保障 第一要安全 第二要卫生 对吧 不能的话 你喝了那杯水 感觉跟吃了大华 那个馒头是一样的 什么情况 吃了大华馒头最好 吃大华便知的馒头 喝那个马桶刷刷锅的水 然后呢 这个是绝不 住历史卡尔顿酒店 对 让你冰至如归 一下回到了 二十年前 中国那个八线小县 一箭三雕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的 对不对 一举解决你的乡丑 是这样的 就是想说 就是说 刚刚我们说到的 就是说 中国的那个高级的 那个五星级酒店卫生的 观点乱象 但其实啊 这种酒店卫生的问题 除了在中国 美国也同样存在 2008年 ABC与全美 许多城市的地方电视台 联合暗访了15家酒店 当时所拍摄到的 酒店房间的那些 卫生隐患的视频画面 其实和这一次 中国酒店的问题 是差不多是如出一辙 其实到处都有 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 我们不想看到 这样的问题 这个才是我们的重点 就是 在您看来 刘律师您看来 一个 金碧辉煌 气宇轩昂的 国际大酒店 要维护 每一个房间的 基本卫生 很难吗 请不起人吗 这个不是 不难 只是什么呢 我觉得原因在什么地方 他说到底 还是一个字 省钱 对吧 我一个毛巾 一个马桶刷 我寄个刷马桶 一个刷杯子 多好呢 一刷多用 不能我还买两个刷子 刷子现在也不便宜 对吧 一个最少要两块人民币 对吧 我们这个 一个房间 一晚上就抓你2000 你叫我拿千分之一 出来买刷子 你太过分了 要求太高 刁明 对吧 你这个难道 你们我们当年在延安的时候不是都这么干的吗 对 对吧 现在为什么这个刷马桶 刷马桶 就不能刷杯子呢 对不对 对吧 不但如此 我们在延安的时候一个刷子什么都是刷的 对吧 你们这把孙子 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被腐蚀了 要求太高 太不像话 就是要做刁明 我想说 不是刁明的我 现在 我拿到了一个刷过马桶的牙刷 我刷的时候 我闻出来了 我现在不是在中国的酒店 我是在美国的酒店 Vegas 我抽中了一个 可能我就是命不该绝 我就抽中了一个 沙巴桶的牙刷 我应该怎么做 我是直接拿到前台去 我说 Look 应该怎么做 你一个把你牙狂刷 狂刷两遍 对吧 然后把它拍下来 有什么意思 因为你这个臭味 两个月都消不掉 这是最好的证据 没错 出庭的时候 法官一 我说 我只要死 没有 法官一下 感觉被那个臭味打了一个耳光 差点翻个跟头 我连律师都不需要请了 对吧 法官一听说 James You have won the case 对吧 法官很狼狈地从爬起来 说你这个臭味把我打了一个跟头 Weir case 对吧 对 我的天哪 对不对 那实际上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就是遇到了 我就是在一个白白的毛巾里面 哇 大大的血迹 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的一些卫生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对对 这个血迹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除非你有幸 住了 泡王刚刚住过的房间 这个是有可能的 对吧 这个你要当他文物保存起来 卖给他的粉丝 对吧 太账了 所以James 你这个人没有品味 太失望了 我太失望了 但是贴身的物品 毛巾这些东西 牙刷这些东西 他都经过这样的一些处理 我觉得应该也能告他酒店告个倾家荡产 可以吗 就是法律上来说 倾家荡产可能性不大 对 免费再住一晚是可以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在Vegas 虽然我没有遇到过 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我觉得最终化 我觉得还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最终化的方面不是法律的问题 最终化的方面是意识的问题 意识的问题 我觉得国内就是说经济发展 就变成一个什么呢 就大家呢 眼睛看到的是怎么样赚钱 笑评不笑唱 对吧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炮王 然后在中国这么火 对吧 我们的范野能得国家精神成就 实际上就这种文化的一个集中的体现 所以我怎么说 我觉得中国是外表向欧洲 本质是非洲 就这个道理 有点金玉其外败去其中的意思 不是有一点 彻底就是这样 对吧 准确讲不是败叙其中 是马桶刷其中 对吧 是这样 我觉得大家意识到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赚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对吧 很简单 你譬如这个房间 Ritz Cotter 对吧 什么宝格利 是4500人民币晚上 你说我4500 我就只能给你一把刷子 我可以讲4500的是一刷多用 对吧 我4600的是两把刷子 你要三把刷子各 那么5000就可以了 对吧 三个价格 4500一把刷子 4600两把刷子 三把刷子5000 对吧 这就好了吗 那现在我的感觉是 没两把刷子别住五星级酒店 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就好像 这个莎士比亚 老莎说过 三天可以成个爆发户 三年你成不了个贵住 就是说你这种非洲的思想 这种非常为了钱 一切都不顾的 这种流氓无耻的思想 你再多的钱 再多的钱都改变不了 对 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要改 有这个意思 就大家觉得 我花这个钱住酒店 你就在赚钱 我可以多加钱 那就行了吧 你就把它分三个价格 对不对 是说得非常的好 那现在就是说 那个酒店给人住 那酒店不卫生 老百姓遭罪